哈囉大家好 今天在文具人生要介紹的類型相當特別 沒錯大家知道在K-POP文化中呢 就是他們就會有一些很基本的周邊 像是首創式坊彈商人團的手燈演唱會用 那我這搭的是EXO的手燈 還有專門收藏的袋子 然後就 就去這樣看 漂亮很方便 那還有呢有一些季節性的東西 像比如說春天的時候會出個寫真那類的 之外呢那當然還有 手作和文具類的產品 然後身為初階的文具控 還有從小就很喜歡ASM迷樂旗下藝人的我們 當然不能錯過這些產品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傳統紙膠帶類型 它其實沒有代表什麼藝人 那它就是應該算是ASM家族的一個 就是出了一個小可愛款 我們就這樣稱呼它 它就是三個不同的類型 然後上面有比如說Colorful的一個那個表情 那然後或是小愛心 這也是很多表情 很可愛這樣子 對它就是走這個路線 或是小櫻桃啊 這類的 它就是傳統紙膠帶的形式 對 讓人看新奇很好的款式 那再來第二款呢 就是跟剛才傳統紙膠帶比較不一樣的 像這樣子的紙膠帶呢 它就和我們先前介紹過的這一種紙膠帶類似 只是一張一張撕下來的團式 那我們這個系列呢 它主要是有XO、NCT 還有Red Velvet 它們這三個團體所包辦的 主要是有四種圖案 像是成員的簽名 還有簽名的桌粒 以及一些可愛的圖騰 風格非常的活潑 還具有成員的特色 我們並沒有每一個都買到 對,但我還是把我們團體裡面 最最最最最喜歡的挑出來買 當然XO全部都喜歡說 沒有辦法 我就買了一套 然後這個人也喜歡一套 對,所以希望你未來 可以把這三個團體全部都包回來 好,那我們在過年期間的 主要帶收納影片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款 放不進去盒子裡面的大型膠帶 對,我那時候覺得它非常了不起 怎麼能再那麼大 沒有想到我們在過年之後 我們迎接來的行恨 有它尺寸是這樣子的 那時候買來的時候 其實我還以為它是紙膠帶 我想說這麼大的紙膠帶 是要拿來封鞋嘴啊 當然不是啊 那這兩個的款呢 像這個就是 以這個logo的概念為主呢 還有一些比如說 歌曲名啊等等 它就是做成一個 整卷膠帶的概念 那這個的話 這是他們更久之前的一張專輯 然後因為那首歌叫Powler 然後整首歌的一個風格概念 就像這樣子 也有幫他們畫這種 漫畫寫實漫畫人 他們在裡面 就有超能力的設定 然後這一支的那個MV 也是非常好活潑 然後就是 這裡面的字就是比較美式 就很符合他們這一張專輯的概念 它像它這一卷呢 還是有一種熱血戰式的感覺 所以就像這樣子 除了紙膠帶和膠帶之外呢 S&Miller怎麼可能會放過粉絲們的荷包呢 沒錯像這種 搶甜的東西呢 就是一堆出來的啊 手機殼 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歡這樣 一直畫我來 我在附我 所以呢我這一次在這個裡面呢 我也一起買了兩個手機殼 那這個手機殼呢 是我喜歡的EXO裡面的主唱 它之前出了個人的專輯 那它就以它專輯這種 比較溫暖 然後療癒人心這種風格的主視覺 做了這個手機殼 那這個是他們的師弟NCT Dream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喜歡 這首歌就成為我當年榜上的第一名 然後呢這個殼呢 你看到它這個設計 就跟我們前面介紹的膠帶是一樣 它上面就是用他們這首歌視覺的風格 然後換成他們的歌名 然後讓你更記得吧 我想可能是這個概念 然後因為我覺得黑白其實還蠻酷的 所以我先使用這個 最後呢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幾本 黃色的筆記本 它是和韓國綜藝新西遊記有關的周邊 對它看起來很詭異 但它也是真的很詭異 它其實是新西遊記裡面的主要的一個 怎麼說呢 吉祥舞 它叫神妙汗 嘴唇還是藍色 不知道怎麼回事 但它就是有一種 就是愁可愛愁可愛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受大家歡迎 這一期的周邊呢其實它是 我新西遊記7來出的 他們就發明了一個駭對帽遊戲 那駭對帽絕對不是戴在頭上 是戴在臉前面 像它這邊就是有他們代表性的一些動作 他們在裡面就發生了好笑性 然後他就把這些他們畫出來 然後比如說已經過關了 然後就在嘲笑旁邊的人很搞笑 然後旁邊就會寫一些小台詞 就是他們的經典台詞 那像這本的話呢 這一季剛好跟前幾季不太一樣 就是他們這個等於是有點半獎雄 特別有一次他們全過人都辦得成 大家都知道藍色小精靈系列 真的還蠻像的啊 一人一個角色 他們到樂園裡面去做遊行歌舞 所以我這樣那一集也非常有趣 那最後這也是新西遊記裡面的角色 他講得非常可愛 但他是一個壞壞小偷 他們本身跟SM這樣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前期就是非常喜歡看他們綜藝 很療癒 他這裡面也是有SM公司的成員啊 對 他是有領外型 現在的偶像桌邊呢 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沒錯 像我個人呢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把偶像的臉帶到處跑 所以像是一些比如說用專輯的視覺啊 或是用他們的漂亮的logo來做的商品 就非常的吸引我 那像我呢 就會特別喜歡那種做成Q版的紙膠帶 無論你是單純想追星 還是說你想在追星之餘 也兼顧到產品實用性的這一些粉絲們 都可以被滿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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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有因為喜歡什麼偶像 而買過他們的文具 周邊產品的話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喔 還有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頻道清新喔 戴口罩唷 好 大家祝你健康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